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維真 我是小光 我是巴黎 這裡是來電二十 好久不見 哪有很久不見啊 才一個禮拜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還是你活在仙界 就是仙界的一天 人間就過了一年 原來仙界的人也會變胖就對了 我跟你應該是七年沒見了 終於在今天又重逢了 而且你今天又手前手過千另外一位帥哥 你上次簽了Super 今天又簽了巴黎 我明明就把他的手給甩開 你給我做一個抉擇 我害羞喔 前年我們講的要很順重其事 因為這是有一點點 不能說嚴肅但是很特別的話題 怎樣很特別 也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沒有遇過 然後有一點驚悚 而且我們是特別挑在這個 溫馨的季節 在這樣的一個夜晚 你是不是會這樣想起 到底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 聖誕夜驚魂 這是好像是一部卡通片喔 賣了 賣到禮 我怎麼覺得今天很沒有感覺啊 還沒有講夜驚魂 我已經毛鼓悚然了 我是聽了你們兩個對話毛鼓悚然 今天要講的就是靈異經驗 對對對對 那為什麼會挑戰聖誕節啊 我本來想說今天可以給大家一個溫馨的感覺啊 很溫馨啊就很多不是不一定是人的 他們也希望能夠參加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 Party就對了 哦 所以聖誕夜驚魂不是要告訴大家聖誕節去哪裡玩啊 也可以告訴去哪裡玩 我都拿了筆記本啊 是告訴大家去玩的時候要想起 就是比方說走二兵啦 或者說走星海水 好恐怖喔 看夜景的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讀劇創意的朋友覺得聖誕夜溫馨實在是 溫馨久了也太無聊了 很老套哦 很老套啊 可是我喜歡老套 你喜歡老套嗎 就像我聽瑪莉亞凱莉的聖誕歌一樣 然後就還唱經過 十年前跟十年後這兩首好像都 差不多感覺啊 對啊 我覺得很棒哦 對 就是一貫的溫馨感 所以我們要來傳一下福音嘛 迷途的羔羊們要回家囉 所以我們今天聖誕夜驚魂其實是 跟大家分享了意義經驗 是啊 其實我覺得像你說在聖誕夜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出去玩 派對或什麼的 很晚才回家 那其實呢 大家我相信也不是你365天也不是只有這一天晚回家 相信很多人都曾經有晚歸的經驗 那也曾經可能也遇到過一些 不期而遇的事情 你說建議大家乾脆不歸嗎 都不會遇到 沒有啦當歸 我會想說你在嚇大叫 沒有說大家其實可以留言在下面說如果說你聽了我們這個 二天二十 然後你也有晚歸 然後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可以分享的話 也可以把他留言在下面 其實我們今天又找巴黎一起來三人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上次的出現很多人很喜歡他 覺得他聲音很好 所以我們決定再找他出現一次 請大家仔細的聽一聽 如果不好呢 你就跟我說不要再找他了 我們什麼時候會有電視 可以上鏡頭嗎 我以為是他特別符合這個主題 驚魂了是不是 所需要的外型 所以在旁邊我們就特別有感覺 像Branconston 哎呀說到這個靈異經驗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啊 剛好本人的英文也叫做蘇菲亞 跟最近很熱門的英文 異者非常有這個感覺喔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都有遇過類似的狀況就是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些 可是你突然叫我想我都忘了耶 我先談到一個其實很多年輕朋友可能都玩過的 這種可能就是前先比先 甚至是疊先 那其實我在就學的時候呢 也曾經在努力用功之餘呢 還是會做這一些玩樂 所以基本上 你要講什麼先什麼先的 我大概都有玩過 然後中間就遇過一些蠻特別的事情 是喔 你是不是要把那個口吻放慢 然後把那個氣氛營造出來 中國人講鬼 外國人也講鬼 幫你做音效這樣 這什麼是落葉嗎 對不對 在一片落葉上慢慢行走 我幹嘛在落葉上行走 對啊 其實中間還會講 繳一些啊 其實像我玩的時候我就會拿著八卦 因為你就是不是講八卦 什麼意思啊 你是 要避邪嗎 為了 為了預防他不回到本位上面去 那最方便玩的當然就是前先嘛 前先就是用鉛筆 然後在紙上面畫 然後你就寫是與否 然後寫一些其他的字眼這樣子 那曾經呢 那我就遇過了這個前先 你在大學時期喔 在國中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時期有玩過前先 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 大家好像對這些靈異的事情很好奇 對 然後可是每一次你都很想探究到底 到底是自己的手在動呢 還是對方的手在動 然後可是我始終覺得是某個人的手在動 你覺得呢 我可是我總覺得 這時候又可以唱一首歌了 我需要你的雙手牽引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牽引 是聽到現在最驚悚的部分 我希望猜領可以重唱這一首歌去 變成新歌 對 所以你前先的經驗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次蠻特別 那個人請出來之後啊 然後我們 其實女生都喜歡問 三個女生 然後就喜歡問說未來丈夫姓什麼 然後我們就先問了那個前仙姓什麼 她姓蔡 然後我們就問三個人的丈夫姓什麼 結果也都姓蔡 就嚇到了 我就覺得說 欸她是不是在暗示是她這樣子 然後就說要把她請回到她原本的位置上 這樣才算整個玩的動作結束 可是她就不回去 所以最後就是拿著這個八卦 然後把錢幣蓋住 然後才慢慢的把她拖回去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靈異的經驗 一直到現在不婚呢 我都懷疑跟這件事情是有關係 可是你覺得不是你們的手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誰來處理 其實各種解釋都有啊 有人說其實人本身就有一些 我們還沒有自己還不知道的力量 那幾個人合在一起之後 其實能夠帶動這種力量就是了 而且三個女生對不對 大家不是說那個很有名的電視影 我還以為你在說一個 聖女魔咒 說一個國字 沒有 就三個女生 這好像是歌曲啦 我以為你是 SHE嘛 講以前的重唱團體 不是好像就是說這個三 這個數字本身就是一個魔力在的 你說像我們看那個電視劇 聖女魔咒 不是這三個女巫的故事嗎 其實很多很多都是要三個人 三個人三個人 會聚集出一個特別的能力 像那個 蜜雪兒飛佛跟雪兒演那個 子巫磨練也是一樣 那電影也有夠老的 那個電影後來有拍成舞台劇喔 是Jack Nixon嘛 是不是也有參與 對然後後來還有 在電視台上還有新 就是有 新版的 拍成電視影集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遇到靈異的經驗 比較特別的 所以你有很害怕嗎當時 當時還好耶 現在比較害怕 就是因為害怕這樣真的架不出去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要不要處理一下就是 所以你是 但是維珍是從來沒有看到過 沒有親眼看到過 但是遇到的事情 也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經驗 那巴黎有親眼看到過嗎 我是沒有看到 但是我會感覺得到 就是我比較 是什麼樣子的 我的感覺會比較敏感一點 我來講一個 是我自己親身的故事 是那時候我不是就到美國了嗎 到美國留學的第一年的時候 你在美國待了十年了嗎對不對 對 你講得好像大家對你很瘦的感覺 你可以再自我介紹一下 你以為維基百科查到嗎 你以為Google查得到嗎 還要到法國巴黎而已 相送咖啡館 要不要按讚按不到 我應該把相送咖啡館搬到Facebook才對 好恢復整體 然後呢就是第一年到那邊去 但你知道那個人生力不熟嗎 那其實我以前在台灣就經常會遇 就是會碰到 就是體質比較敏感會碰到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會碰到這種感覺 就是跟你們同事之後沒多久 哈哈哈哈 我碰到才是成縣鬼了 然後呢 嗯 後來呢我到美國之後 我就想說會不會說我離開台灣之後 就不會再有這樣子的事情 結果還是遇到 就是那一次呢 幾個留學生 因為大家互相幫忙嘛 那我們幾個是新生 我跟另外一個同學 兩個男孩子 那我們附近住了一個學姐 那那時候到美國去的時候 是冬天會下雪很冷 學姐就很好心說 那學弟就到學姐姐來吃火鍋 然後我們當然就新年同學就去了 火鍋又開始旋轉 沒有 跳躍 我還閉上眼了 伸出一隻手 我夾不到牛肉 我夾不到 然後我就閉上眼了 那也是蠻精彩的 然後 然後我們就到學姐家門口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他房間 他是高樓大廈那種公寓房子 就走進他的房門 走進去我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然後好像空氣不是很流通的感覺 然後一開始我沒想什麼 想說因為剛剛從雪弟弟走進來 是空氣比較涼爽 進到屋內可能有暖氣 不以為意就我們就開始吃啊什麼 但我就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覺得越來越悶 我就問學姐說 是不是那個空調沒有開 還是暖氣開太強了 他就稍微把它調了一下 可是我後來還是越來越不舒服 到最後我已經整個人 就是意識有點模糊 到他躺在沙發上休息的地步 是不是喝到了人家下藥的 可是問題是說 學姐跟那個同學都沒事 然後呢後來學姐也很擔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說應該沒關係啦 我到這個廁所去這個用水洗個臉 冷水鋪個臉 應該就好了這樣子 就走進去廁所門一關起來 面對廁所門是鏡子跟洗手台 洗手台的右邊就是浴缸 然後有浴簾拉起來的 浴簾是拉起來的 我進去的時候 門一關起來 單一打開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知道 我那個感覺不是已經不是感覺了 是我知道浴簾後面有人